瑞穗奇美文物馆因为918强政政成了围楼 不过文物馆的展览研习活动不中断 遗失到了武贺原创馆来办理 而10月底开幕展出的瑞穗乡阿多兰部落主题展 为今年度最后档次的展览 而周末加期大家也不妨来参观 认识阿多兰这个用石头堆砌的部落文化故事 即便奇美文物馆被政成围楼 不过各项译文研习或展览活动却不中断 只是办理场地 遗失到了武贺台地上的武贺原创馆 虽然文物馆目前是在补墙工程中 那我们的相关的展览不会停歇 明年预计会办记忆研习 还有一些教育推广的活动 那目前会先在原创馆那边进行 Norado Alalan Adolan 瑞穗乡阿多兰部落主题展 为奇美文物馆展览活动 在这原创馆的第二场 呈现部落青年 长时间的部落填调 与碎石记忆记录的成果之外 更以专业策展模式呈现阿多兰 这个石头堆砌而成的部落文化 看到一些部落的法帝的名字 对 老人家的名字 都是利用他们的口书的历史 然后去呈现给大家 精心设计的图案 搭配详实的填调记录 每一幅展示图说 旧如翻阅 阿多兰部落文化历史的同时 相当具有美学设计感也引人入胜 在石头上是那个阿多兰阶层名称 总共24个 哇 对 那他们怎么领导的方式 是用中间的阶层 就是中间的阶层去领导下面的 然后由中间阶层去跟上面的人 报告 10月31号 低调开幕的阿多兰部落主题展 越是奇美文物馆年度最后一档次的展览活动 为期六个月的展期期间只要入馆参观 除了可以细细欣赏阿多兰的石头故事 其中也有许多展览设计巧思密码 就等着大家来解锁开箱 记者是玉兰对色采访报道